但是现在传出墨西哥派出的搜救权 在现场传出殉职的消息 怎么回事呢 例如 好 财业没错 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其实这消息传出之后 让大家都非常的感伤 那这一次是墨西哥的搜救权 叫做Protel 那么他的中文艺名的叫做普罗提欧 那么呢 他其实过去就曾经参加过 非常多的大型灾难的救援行动 那么就来看了 针对这一次在土耳其跟叙利亚 边境的7.8规模的强证 墨西哥呢 其实总共出动了搜救队前往之外 还包括了16支的搜救权 那么当中呢 也包括我们刚刚跟您说到的这一支Protel 那么来看 这一次Protel不幸的殉职 队友也感谢他的英勇付出 那他殉职的原因是什么呢 目前传出了他不幸殉职的原因 官方虽然还没有公布他的详细死因 但是传出是遭到了倒塌的建筑物掩埋压住 所以受伤之后呢 不幸伤重不治就殉职了 那么来看到这一名是Protel他的领选员 他也跟Protel说 很遗憾你不能跟我一起回来 但我会永远记得你 也希望全墨西哥都可以永远的把你放在心中 而且他也说有一天我们会再相见 那么就来看哦 这个是非常让人感动 也很感伤的一个画面 是所有的搜救队员呢 就成员来列队 一起呢 要来送Protel最后一层 而且呢 是在土耳其的当地 这个呢 是一场纪念仪式 总共唱名三次 而且吹平时跟他沟通的哨音 并且线上掌声也默哀一分钟 那么其他的搜救群呢 也用废教的方式来送别Protel 那另外呢 墨西哥国防部也po了影片来跟他感性道别 所以整个场面呢 让大家相当的感赏 而美国呼吁联合国安理会赶快投票来授权更多边境 口岸可以把地震的物资赶快送到叙利亚 不过例如是不是有些国家有意见呢 好 没错 尤其我们知道这一次重灾区 除了土耳其比较西南边的地方 就是这个叙利亚的北方了 这一次呢 也是灾情相当惨重的地方 但现在就很怕物资如果进不了灾区的话 叙利亚会不会沦为所谓的人道救援的黑洞呢 那就来看哦 其实呢 联合国就有说 其实过去从2014年开始 他们呢 只能透过土耳其提供援助到叙利亚 竟然呢 只有一个口岸 所以这个能过通过的口岸 其实是数量相当相当的少 那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这个强政 其实造成了非常多的死伤 而且呢 建筑物也倒塌了非常多 所以灾后的重建也是一条漫漫长路 那么就来看哦 这个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他说 灾民正指望着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 所以急迫的要增加边境口岸 因此美国就呼吁联合国安理会要立即的进行投票 授权更多的边境港口来运送援助 那么这个投票决议的话有哪些标准呢 包括呢 必须要有九张的同意票 还有五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俄州美英法 他们是不能使用否决权的 但我们就来看哦 其实包括我们看叙利亚现在呢就说 这未经批准越界已经触犯了主权 那么另外在俄罗斯方面 他们的态度有认为说 现在有一个边境口岸已经足够了 所以呢 她说授权已经足够 因此我们刚讲到五个常任理事国呢 他们也不可以使用否决权 但以目前俄罗斯的态度来看 未来到底能不能开启更多的边境港口 恐怕呢 在这个当中还是充满非常多的边数 例如大家也很关注台湾的耐震规范 好 没错 尤其这个台湾呢 也在这个多重板块的交界数 所以呢 也在一个地震相当频繁的地震带 所以呢 这一次土耳其发生了 这个非常大的强症 造成惨痛的死伤 也现在很多人要检视是台湾的建物安全 我们就来看哦 这一次土耳其发生这么大规模的灾害 那么后来统计发现哦 在土耳其当地竟然只有10%的建物 是符合抗震的法规 因此台湾呢 现在也要来重新的检视 包括我们先来看这个数据 也是台湾隔检镇原建的建筑树的栋树 在2009年的话是80栋 但是呢 在2019年还有近几年到2022年的时候 已经突破了千栋 那另外还要看到 其实在去年10月开始的时候呢 我国的新版的建筑耐震设计规范 也正式上路了 主要呢 是有四大的重点 包括在活动断层威胁 所以呢 要提升近断层区的建筑耐震安全 另外呢 还有针对这个软角加建物 要进行阶段性的弱层补强 降低建物崩塌的风险 还有另外呢 是要让土耳易化的 投资进化跟本土化 还有呢 抗疫化的设计也要加强 另外呢 就是这个隔减症元素 定定品质细致规范 续保呢 可以发挥 应有的效能 希望呢 可以让未来我们遇到大地震的时候呢 就可以减少灾害的状况 那当然如果你想关心的是更多的娱乐消息 就可以扫描我右手边的QR Code 进入我们的TVBS娱乐头条 就会有更多的娱乐大小事 及时的提供给您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